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莫斯愿将经历的事说了一次 董天明很容易就捉到问题的根本 那个就是莫斯愿知道这边一个军阀的头目 小如 事情紧急 我有话就直接说 你确定你认识的那个人没有参与这次绑架 你不是说成为安系这个赌场里面 一出来就被人绑架了吗 你认识这个赌场的 董天明就起微闻 我仔细地想了想 还有这个人的表现 我觉得不是几可能 这里军阀临纳 很多股军事组织 这个叫做清皮尔的头目 就是专门做绑架生意 不单止绑大陆人 也都绑缅缅甸的军官和富人 只要可以搞到钱 什么都敢做 董天明听到之后沉默了 隔了一阵 接着说 钱我带来了 他们两个的一个人 跟着你一起去 将程惠安跟我带回来 好没问题 我回去找一下我那个朋友 叫他派人 跟着这位大哥一起去 莫小如这么说 也是为了避险 在董天明的话里 莫小如听出来 也都看得出来 董天明这么在怀疑 彭制其参与绑架 更有甚者 他可能也都在怀疑 莫小如也是其中的参与者 否则哪里会这么巧 这么多人去赌博 没有被人绑架 偏偏程惠安就被人绑了 而莫小如懂得程惠安 这个人唯一的解释 所以董天明这么怀疑 也有道理 如果不是董之默打了个电话 莫小如说不定 连这些消息都不会给他 你这个死老爷 而心病太重了 不行 你和我一起去 董天明身边其中一个人就说了 咦 我和你一起去 莫小如惊异地看着他 没错 你认识程惠安 我不认识他 他不见你的人 怕是不会跟着回来的 万一保价他的人将他卖了 你这个亦是有可能的 所以他既然让你打电话 他对你是信任的 所以你必须去 莫小如点了点头 嗯 你想得还真是周到 好吧 那我也回去之后 叫几个人跟着我们一起去 否则的话 在这个林里面 再出事就很难走 卓斌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随时都可以 董叔叔 你先回去吧 我们把人救出来 叫这位大哥带回去就是了 好 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莫小如开车 带着那位军人大哥 过了边境 看着他在后座扶着的 那两个大箱 就问了 大哥 吊车夫 我们还要相处一段时间 怎么都不可以一直喂喂喂 对吧 名字你就不要打听了 我的爱好叫刺刀 你都可以这样叫 刺刀 哇 这个名字好霸气 你入过这边的林里没有 我是云南人 就在林里面长大的 刺刀依旧是不久然少 但是要救人 就要跟莫小如配合好 所以一直都不冷不热地 跟莫小如在那里吹水 聊一些金三角的话题 那就太好了 我没怎么进过林里 进去就会当失路 有你在那里就好了 但是莫小如不知道的是 刺刀接到的任务 是只是带程慧安出来 其他什么都没说 在上车之前 莫小如已经在车上等着 刺刀又被董天明叫了回去 在他耳朵小声地说 只是带程慧安一个人回来就行了 其他的事你知道怎么做吧 刺刀一侧 望向董天明 董天明点了点头 那个意思很明显 你想的意思 就是我的意思 如果程慧安去金三角 赌博被绑架的这件事 被人知道了 再挖出来 花了两百万属回来的 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事情就是这样的了 一着不慎 满盘皆输 董天明是只老狐狸 他知道怎么做 才可以将所有的风险 都消灭在萌牙里面 所以他和刺刀下了这样的命令 但是莫小如就不知道这件事 那就好像是一个人 已经拿着张顶着你的头 但你却不知道死亡即将到来 就是这样的 莫小如开车 带着刺刀 去到彭制奇的大本营 刺刀没有跟任何人见面 直接回房休息 天晰已经很晚了 莫小如是毫无困意 荡荡荡荡荡 去了彭制奇的办公室 你实在不应该答应 跟他一起去的 既然派了人 你再去都没多少意思了 彭制奇带给莫小如一之烟 就说了 他的情怀安不认得他 不跟他走 省点了 被绑架的人还有权利选去哪里 我倒是担心你 称皮尔这个人 向来都不说信用的 他最喜欢做的买卖 就是用被绑架的人做有利 有利送负金的人 然后再拷债一筆 哈 这么无耻 你的意思是他会扣住我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的 所以我叫你不要答应一起去 没必要 那你派人跟着他去 我可以派人 清皮尔还可以给我几分面 可不可以救出来 那就两岗了 这一晚 是情怀安最难捱的一晚 在他面前没有多远的地方 坐着的是跟他一起来的那个人 怎么呢 我居住神了 或是家里打电话了吧 他 Are two hundred 万 你的呢 一百 万可以了吧 一个人拿着筷子正在这边吃饭 拿着扣着那个人 好, 像大哥 救 Ha Flow 特别让我放过我 我家里真的没有钱 我就一个小小的公募员 我可以有什么钱 政府不会点赚返我 既然这个朋友 complete钱了 那就把我当成是正宋的了 呱!正宋? 我吊你了,好吗? 你以为这样是玩意吗? 玩一宋一了? 匪徒生气爆爆地说 本来以为是句玩笑 但想不到这个大毒的匪徒 逗到那个人的背后 在他毫无防备之下 将筷子插进他的后背 筷子的头一点都不沾利 但却可以在他重力之下 插进人的后背肌 可以看得出他的力度有多大 半裁着一声惨叫 两个人上来按住他的手臂 令他动都动不了 哎呀,如果你以为在背后插个洞 那就算了 那就太益了你了 借着这个血洞的位置 突然向下用力 在他背后 立刻开出了一条血槽 鲜血迅速地噴出 那人已经无力惨叫了 喂,怎么办?我吊 你们这么搞,我怎么卖钱呢? 清皮尔本来在其他的帐篷里 听到惨叫声过来看了一下 哎,这里有没有什么油水啊? 我们在内地的人下确实过了 确实没钱,让他干什么呢? 落死手的人万不惊心地说了 拿起大血的筷子 继续扒碗入哪里的法 哎呀,你这个败家仔 买去养国可以买气馆的嘛 你现在越来越过分了 清皮尔一路说 清皮尔一路说 一路抬脚 对着那个人的屎股 就一脚兜落去 但这个时候 那个人因为放血过多 已经开始慢慢抽搐了 立刻看在情怀安的眼里 他都要瘋了 到了最后 只能够闭上眼 再都不敢看了 夜晚沉静如水 房间里可以听到窗外 树林里的蟲鸣鸟叫 顾依依和莫斯瑜两个 紧紧地纏绕在一起 两个人操重的喘息和伸吟声 可以在夜晚传得很远 但他们两个毫无顾忌 隔了一阵 一阵沉直下来之后 莫斯瑜在他耳朵边说了 明天一早 我将你送回内地 你什么都不要理 立刻回家 记住 如果有人想要害你 你可以利用一切的机会反击 但要做得干净利落 明不明 阿哥 是不是出事了 顾依依好乖巧地问 有些事我要去白 我的一个朋友被人绑架了 我要去救他出来 你在这里我不放心 我现在谁都不信 我只能信我自己 我可以帮到阿哥你 顾依依出力抱着莫斯瑜的颈 不用了 你把那条蛇给我 再给我一些鼓虫就可以了 有了这些事 我就可以安然无恙地回去 真的不需要我帮忙 过意依说完 将自己的香唇 控到莫斯瑜顺边 吐气如懒 令莫斯瑜一下子又把持不住了 再次将它压在身下 你这只妖精啊 我现在越来越忍不住了 忍不住还在这里忍啊 顾依依叫小 第二天一大早 大家都还没醒 远入边的汽车吐着了 等到有人起床 看看到底是什么回事的时候 莫斯瑜开的车 已经开出了大本营 这里的士兵都认得莫斯瑜的 所以根本没任何的难助 莫斯瑜开得很快 一直将顾依依送了过关 而且望着他上了汽车 离开了瑞麗 才开车回大本营 这个时候 依然是没接到清皮尔的电话 你去了哪里了 彭继琦在院里的树底 坐着喝茶 我把小情人送走了 我如果是回不了来 都不用麻烦大哥嘛 你把那女孩送走了 我们还没学完的 莫斯瑜一话 把顾依依送走了 陈阳秋在房间里冲了出来 望着莫斯瑜 很急地说 哎呀 冷静冷静 你看看你都这么大年纪了 为什么还这么好学不倦呢 那些东西又跑不掉呢 回头我叫他将那些东西怎么做 给你写得下来 或者你去大陆都可以 对了 又不是从今天之后就见不到面 是不是呀 莫斯瑜就安慰陈阳秋了 陈阳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他却知道顾依依将他的东西都学走了 但是关于古术的一些东西 他还真是没搞明 所以很生气了 大叔呀 我保证 这件事我肯定是回事的 明年吧 我去清迈的时候带着他去 可以了吧 到时候你们再好好交流 莫斯瑜安抚陈阳秋了 哎呀 你们这些年轻人 抽起皮鞋筋 说什么就说什么 哎呀 陈阳秋也很无奈 知道自己再啰嗦都是白搭的了 到了下午 清皮二的电话终于打进来 喂 准备好钱了吗 清皮二就问了 当然了 两百万一分钱都没少 什么时候交易 在什么地方 那你就不用管了 带着钱 等会我会发连接给你 你打开之后 就可以上着上边的地图走 莫斯瑜明白 他发过来的 肯定是一个手机病毒 这个就等于 是自己的手机 被对方控制了 他可以在自己手机上操作 不要这样 我要先听一下人质的声 否则我就不去的 清皮二没有出声 而是把手机放在晴慧安嘴边 流霸霸霸地挖了他一眼 使他出声 是晴慧安吗 晴哥你没事吧 我们现在就去救你 我和我一起来的那个人死了 莫斯瑜望向刺刀 但是刺刀却面无表情 好像那个人的死 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看到莫斯瑜心里一阵发亮 莫斯瑜这个时候 才记起身 跟着晴慧安的 还有一个人 喂 你再过一次 莫斯瑜对着手机说 记住 不要玩花神 带钱来 带人走 保责只能带死人走 清皮二在电话里里里说 然后吸了电话 莫斯瑜再打过去的时候 已经关了机 莫斯瑜望向彭西棋 他们杀了一个 好像是和晴慧安一层的那个人 这个清皮二太狠了 这个人一向都是这样的 去年的时候绑架了一个美国人 缅甸政府出了100万美金属回来 但是美国 他出动了无人机 对他们的营地进行轟炸 没有什么效果 这样说 这个人的确是活该 他早就活该 但是一直都没有人可以找到他 实不相活 从坤先生的武装被政府收编之后 我就再都没有见过他了 我们走呢 刺刀滴住个雙面无表情感觉 莫斯瑜点了点头 上了车 把手机摇在副架那里 沿着被不阔的脑 渐渐开进了密林里面 但是按照他的要求 彭制奇给他提供了不少的枪支 但是在彭制奇看来 这些武器基本等于是送给清皮尔的 从汽车开始启动 莫斯瑜看了下车上边的里程标 至少应该知道自己到底在这里的林里面 开了多久 看起来 按照手机上指示的地图 一直摸索着向前走 什么百度高得地图 一出角门 全部都是猛的 只能够按照清皮尔发过来的地图走 但是当走了几十公里之后 莫斯瑜开始不停地把车上边的枪 吊到路边的树林那里 并且极力地记住一切的特征 但是这一切看起刺刀的眼里 觉得很好笑 你不用这么搞的 离木的地还很远的 我当然不想把这些武器给清皮尔 免得到时候还准备了这条仆街 莫斯瑜很生气地说 无论带什么武器都没用的 看到人之前 武器会全部被搜走 不信你可以试一下 刺刀就说 对于这一点 莫斯瑜都会相信 绑匪绝对不会允许莫斯瑜他们 带着武器进去 但是这一次 刺刀是猜错了 当莫斯瑜把最后的武器 扔在路边不到五公里 他们就被路边突然凸出来的人拦住了 三四支AK对了他们的车 你们是谁的人啊 我们来找清皮尔属人啊 莫斯瑜伸个头出枪就叫了 刺刀见莫斯瑜的这个架势 呜了一下 他猜不到莫斯瑜会这么大胆的 但他都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莫斯瑜很可能和对方一群人来的 否则怎么可能这么大胆呢 如果是一般人的话 看到这个阵势还不吓得脚都远吗 想到这里 刺刀对莫斯瑜的警惕心就更加重了 千万不能把钱洗掉 但人却没有救回来 那就麻烦大了 刺刀的手心里开始出汗 出力地拿着皮箱的拉杆 他虽然是特种兵 但从来都没试过手无串贴地 闯入这样的龙潭苦雨 尤其是自己的盟友 有可能是敌人的情况下 对方一个人举着枪走过来 枪口对着莫斯瑜的太阳月就说了 下车 什么 莫斯瑜一转转头 将枪口撥到一边 下车 听不明白人话 对方的态度很强硬 莫斯瑜只好举起手 拉开车门下车车 但随即被人套着黑色头肚 什么都看不到 而刺刀也是一样的命运 两个人随即被人扣上手铐 推到后座坐下 但是刺刀坚持把手铐扣在行李箱上边 这次七拐八拐的行驶不到十分钟 部车终于慢慢停下来 他们被人拖下车 解开手铐 除了头肚 莫斯瑜在前 刺刀滴着箱在后边跟着 一起进了树林入边 莫斯瑜一看 这里就是新建的营地 搭建帐篷的树木都新挎挎的 仔细一想都对 这么多人想要割青皮衣 他怎么会不小心再小心呢 怎么会为了区区两百万 就将人带回大本营呢 莫斯瑜跟着青皮衣的人 进了一个比较大的帐篷 这里还有模有样的 走进去之后 帐篷入边的江市一暗 莫斯瑜就见到一个人 面对帐篷的门口坐在座椅上边 而他的身后 就是四个拿着冲锋枪的人 窗口对着莫斯瑜和刺刀 两位倒是来得几快 青皮衣站起身 望了望莫斯瑜和刺刀就说了 还好人呢 钱在这里把人带过来 不要这么多废话 钱呢 青皮衣走近就问 莫斯瑜看着眼前的人 他有把握在这个距离 将这个人搞定 但又担心这个人不是青皮衣 所以还是安心交钱带人走呢 反正这些钱又不是自己出的 刺刀也不出声 幻带腰把箱打开 两百万人民币虽然是旧抄 但是码得整整齐齐 不码整齐根本就放不下这么多钱 青皮衣也幻带腰翻了个箱 以防上面是钱下面是纸 更加令到莫斯瑜和刺刀顶不住的是 他居然还带了验钞机 两百万现金就这样在码钞机里面一搭一搭感染 我说你感染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 人呢 我要施杰拉人怎么都可以挂 青皮衣摆了摆手 有人去带程卫安 一会儿的功夫 程卫安就被人带了过来 短短一日 程卫安的精神都快要崩溃了 尤其是目睹了和自己一起来的那个人 被筷子割开了背脊 他时刻都觉得自己背脊两沉沉的痛 小鱼你来了 我哥哥我多谢你 多谢你 我回来之后一定会多谢你的 程卫安抓住莫斯瑜的手 坐着力地摇 和见到亲人一模一样 没事 我们等着就走 这位是和我一起来的 家里来的人 莫斯瑜向程卫安介绍次都 次都点了点头 没出声 你们可以走了 青皮衣这个时候 指阻止程卫安和次都 莫斯瑜笑了笑 亦都转身要离开 但就被青皮衣拦住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莫斯瑜幕后青皮衣就问了 小鱼小鱼走啦一旦走啊 程卫安就叫啦 但是他被刺刀一直拖住走 很快就转个帐篷看不到 几分钟之后 莫斯瑜听到汽车发动的声 你什么意思 莫斯瑜这个时候都是安定了下来 看着青皮衣说 嘿嘿嘿嘿嘿嘿 你懂得彭制奇卦 我把你扣下来 是想帮他换些东西 什么东西 一百亭机枪 两万发子弹 他这么有钱 这些东西对他来说 濕濕碎啦 就看他捨不捨得 为你花这些钱啦 嘿嘿嘿 清皮衣好憎灵地笑 哦 我听你这个意思 那就是我被你绑架了 莫斯瑜就起眉头问了 哈哈 就不算太蠢 跟彭制奇打电话呢 现在就打 等一会 我想知道 你跟彭制奇到底有多大的仇恨 都是一片临天边 有必要这样做吗 再说了 我跟他仍仍是认识的 做了一次生意 他怎可能为我花这么多钱呢 不打是否呀 好好 来人 关他后面慰问 我就不信你可以捱得过今晚 清皮衣说完一挥手 两个人入帐篷 用枪指着莫斯瑜 将他压送出帐篷 清皮衣 你敢做会遭报应的 还有就是 你将人留在这里 你会后悔的 莫斯瑜一路走 一边看着这片刚刚答好的新据点 在外边活动的 可以见到有一二十个人 帐篷里面 还有没有不清楚 但是这些还不够莫斯瑜搞的 他静静地等到夜晚的到晚 迟到开着莫斯瑜的车 一路风驰电阶 根本就没有再回彭制奇的大本营 而是直奔口岸 你说兄弟 到底是什么回事 莫斯瑜是来救我的 我们怎么可以让他留下 我现在的任务是把你救走 其他的我没有接到任务 迟到面无表情地说 程慧安真是屈门 但也不要说什么 因为他和这个人也不熟 而且早就吓破了胆 只是盼望自己可以早日脱离苦口 那还理得这么多事吗 迟到一路把程慧安送回到宾馆 在那里见到董天明 董天明居然没有先和程慧安说话 而是静静地问起了莫斯瑜的下落 你算估计是什么 他还可不可以回来 董天明把刺刀叫完一边就问了 很难说不敢保值 刺刀实话实说 如果我要你再去一次 可不可以把钱带回来 如果他们没有走 应该可以的 你再去一次 把钱带回来 一定要搞清楚莫斯瑜的下落 这意思你明白的 董天明的面上 画过一道阴霾的色彩 只是得次都知道 那个是什么意思 好 我现在就去 迟到忙着忙着天色 应该还来得及 董天明点了点头 伸手和他握了握手 迟到凌转身上车 又再次开车 去了缅甸的北部山区 程慧安给董天明带回房里面 还没反应过来 刚刚想解释一下 但是被董天明 压一把圣袋在地上 程慧安这个时候 都不敢出声 只是掩着臉 死猛牛马鸟 你这混蛋 你知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 平时以为你是一个很稳当的人 为什么来到这里 就不知道自己是谁 因为你 我差了多大的人情和风险 你知不知道 董天明压制着的老伙 彻底爆了 指着程慧安的鼻 作图闹了半个小时 才坐下来稍微休息一下 蛤 蛤 蛤 莫小鱼被人扣住了 那怎么办 程慧安还算是有良心 到了现在还知道 说一下莫小鱼的情况 这个你就不用理了 我叫人去找他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董天明疲憊地摆了摆手 视线他然找他 接着竟然 是他的脑子 趁着找他 颜劲上去 但是他被 董天明叫住了 小鱼 你记住 从今以后不准再提这件事 就当作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明白吗 是 我知道了 不过跟我一起去的那个人被人杀了 那怎么办 董天明奇怪地望向程慧安 平时这傢伙的脑子挺好洗的 什么事都是一点就透 甚至不一点都透 为什么在这件事上面就这么糊涂呢 还在问这件事 程慧安见董天明 看着自己的眼神不妥 躲下了头 我说过了 这件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他是被人绑架 现在失踪了 我说得够明白了 董天明很生气地说 程慧安缩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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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 我知道 我知道了 莫小鱼被关的地方 就是昨晚关程慧安的地方 也是在这里 程慧安第一次亲眼见到一个生欧欧的人被人杀了 而且是用这么残忍的方式杀的 嘿嘿 大晚黑 长夜晚晚 保证你很开心地享受这一晚的 其中一个看下去好像是看守的头头就说了 其实莫小鱼不知道 这个人就是昨晚用筷子杀人的那个人 残忍无情 他是清皮尔这个组织里面负责审讯的人 一般人在他手里面是不过一晚的 其他几个拿着枪的 听到那个人这么说都假假声地笑起身 只得他们才知道自己头头说入必的意思 这个时候清皮尔躲在帐篷里面 被彭制奇打电话 用的自然也是莫小鱼的手机 老鹏 十几年没见了 还挺想念你 你现在加拿大业大 小废话 你想干什么 彭制奇到现在都接不到莫小鱼的电话 但他是接到清皮尔用莫小鱼的手机打过来的电话 那就不由得令到他心里面担心起身 小块 你那个朋友在我这里 我留住他几天 我想要的东西到了之后 我就放了他 但时间长了 我就不敢保证他身上会不会少些什么 我的意思 你明白吧 情皮尔皮笑肉不笑地说 放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